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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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 我忘记你们看不到我了 那那那我们换一种方式好了 嘿各位 猜猜谁回来了 Wait a minute Who are you 嘿对是我 DK 那么在经过漫长的五天之后呢 我终于正式回归了 OK那么相信有些人可能会不知道 我这五天去了哪边做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离开了这么久 那总之长话短说的话呢就是 我确诊了 Again 跟上一次我确诊一样 经过了漫长又痛苦的隔离 Oh my god 终于结束了 那么其实跟上一次也差不多 就是我在拍完某部影片之后 觉得说自己好像头热热的 然后有点咳嗽有点痰什么的 然后我隔天就确诊了 诶对 差不多跟上次一样 总之我现在测出来的话呢 已经没有线 就只有一条而已 可以继续来做影片了 嘿 好的各位 那我这一次回归呢 要来做第一部影片 相信各位应该已经看到标题 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干嘛了吧 没错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带各位看 FNAF安全漏洞废墟DLC的最新的八张预告图 那么这八张预告图的话呢 是来自于刀口的慈善直播 就是在慈善直播里面每达标一个金额之后 刀口就会揭露一些他自己的东西啊 或者是一些安全漏洞废墟DLC的一些新的预告图 那最后一共公布了八张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快速带各位分析一下 Let's go Alright 那么首先第一张图片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是商场的入口处那边 只是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入口处而已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同时也是我们上一次看到预告片里面 Casey从入口处的上方 那个小洞那边跳进来的那个地方 总之第一张预告图 能告诉我们的东西就是 这个地方很破旧 然后呃...大致上就没了 哦对 有个东西让我比较好奇的地方是 你有看到商场的那个墙壁上面有一些涂鸦吗 那些涂鸦会不会代表说 这个地方在我们来救Gregory之前 就已经有别的人先进来这个地方了 我在怀疑很有可能 因为你看那个涂鸦并不是在商场的外侧 而是在里面 所以代表说真的是有其他人先进来过这个地方 那么这张图片如果放量的话呢 基本来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啦 就是商场很破旧 就这样而已 那么接着下一张的话呢 呃...这个地方是哪里?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是看不太出来是在哪里啦 我只知道说前面有一个服务机器人 然后他已经不能运作 然后倒在那边 然后如果把这张图片放量来看的话呢 我还是不知道它是什么地方 这张图片的后面的那个墙壁那边呢 一样有那个涂鸦 所以我真的很怀疑说 这个地方真的在我们来之前呢 应该真的有别的人先进来过这边 那么再来下一张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我们之前在帮Chika做披萨的厨房那边 只是这个地方的话呢 变得非常的破旧 然后有一台烤箱看起来还在运作 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 是在这个图片的最后面那一边 如果看起来像是银水鸟的东西 只是目前这个银水鸟在那边的目的是干嘛的 我自己是不太清楚啊 那么接着我们如果把这张图片放量来看的话呢 你会发现说 那只银水鸟的那个花纹 不就是Glenrock Chika吗 而且它前面那个瓶子呢 看起来像是什么可乐瓶之类的东西 呃...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不懂 那么接着这张的话呢 就是Daycare里面的那一个礼品店前面那边 而且从这张图片来看的话呢 我们应该到时候是要进去礼品店的那个门那边 只是那个门可能因为没有电力的关系 目前已经进不去了 然后我们可能就要用门旁边那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然后来把这个地方的电力顺利的接上啊 或者是重新启动电力之类的 只是可怕的事情是 在门的前面那边呢 有一个傀儡 嘿对 那么这应该也代表说 到时候这个地方呢 可能会有其他的傀儡在我们在开发电机的时候 会来追杀我们啊 或者是跟之前一样玩123木头人之类的 然后接着如果把图片放量的话呢 你会发现说 这个地方的傀儡呢 不止我们前面那一只而已 左右两侧呢 还有别的两只 oh man不要我真的是超级不喜欢傀儡官 真的是超级压迫感的你知道吗 很可怕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真的想把这个地方给他烧 那么接着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在之前那一个 Monty高尔夫 我们大战Monty的那个地方 然后这张图片 总之看起来就是这个地方很破旧 呃对 大致上就是这样 呵呵呵 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东西 那我们先把这个图片先放量来看一下 如果把这个图片放量来看的话呢 你会发现说 我们前面有一个 那个之前拿来发射的那个球的那个机台 那我猜到时候这个机台可能会有其他的功用之类的吧 不然他应该是不会 莫名其妙的摆在一个陆地上那样子 然后在这个机台的旁边呢 你会发现说 有一个非常诡异的生物在旁边 呃对 那个就是Monty 他几乎是全身的零件都给他坏到没有 然后整个嘴巴的骨架全部都脱落 哦对 上一次我在那个预告片里面有讲说 那个机械人有可能是有被改装什么牙齿伸长那个 那个看起来应该不是 而是他的那个牙齿原本牙齦那个地方的骨架已经脱落了 然后让他看起来牙齿变得很长而已 那并不是那个有改装 上一次唯一有改装的角色 看起来应该就只有Roxy而已 因为之前Roxy的那个脸上是没有带着那个非常奇怪 像是面具的东西 所以我合理的怀疑Roxy应该是唯一里面有被改造过的角色 那么接着这张的话呢 他是在 呃好像曾经有看过这个地方 呃我好像有点忘记这里是哪里 那么如果你还记得这个是游戏里面的什么地方的话 那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下那个 呃这也是什么地方来跟我讲一下 因为我自己是有点忘记 这里是哪里了 OK 那么这个图片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的是Chika在后面那一边嘛 然后 他身上好像有一些看起似的东西在他身体里面 反正 这是非常奇怪 应该是被丢在这个垃圾场这边吧 非常诡异 然后如果把图片放亮来看的话呢 基本来讲就是 Chika身上这个东西看起来真的是起似 没错 然后在垃圾堆旁边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非常巨大的cupcake 总之整个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奇怪就对了啦 这个地方 那么接着下一张的话呢 呃由于画面太暗的关系 我们就直接一样放亮来看一下 那放亮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 这里一样是那一个 Monti高尔夫的另外一个 打高尔夫的地方 然后整个这个地方的话呢 一样变得超级的破旧 然后下面有一个游戏机台 整个场景变得破旧 就唯一游戏机台好好的是怎样 这游戏机台是怎么做的 我猜到时候那个游戏机台 应该也是可以玩的 然后小游戏的部分 应该也会是全新的 应该是可能什么损坏的高尔夫球 或者是跟之前那个太阳月亮 那个小游戏一样 然后在那个铁板下面呢 有Monti 呃对又是他 好啦那这张图片的话呢 大致上就是这样而已啦 没有什么特别的就这样 那么接着的话呢 就是今天最后一张图片了 那么这个图片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是 游戏里面新的地方 然后应该是位于那一个 整个餐厅最下面的那一个 像是 除货区的那边 因为我之前是没有看过 有任何的场景是把 那一个Monti那边的那一个 那个 那个什么 这个机器的这个东西 移到地下室的一个地方啊 我之前是完全没有看过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应该算是一个新的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 天花板的那个高度呢 看起来应该就是一个 那个除货区的更后面那边 我们之前没有来的地方那一边 大致上是这样 那 这一次的话呢 整体来讲 八张预告图里面 都没有什么比较有爆点的东西啊 那主要的话 就是这些 好的各位 那么以上的话呢 就是这一次的FNAF安全漏洞 废墟DLC的一个 预告图分析的部分 那么希望各位会喜欢 那么也欢迎各位在下方 留下你对这八张预告图的 一个想法 跟一个理论的部分吧 好的各位 那我是DK 那我们就在下一部影片见啰 Peace ou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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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